这个男人正准备回家过年 忽然一只42米的大脚出现在他身后 紧接着男人头顶遮云蔽日 我去 只见一个巨大的美女 一把抓起了男人 一副恨不得吃了她的样子 不过还好这一切都只是幻想 只是一个犯了花痴的魔女 对心爱之人的幻想 原来 这几天里这个魔女只要一闭眼 男人前几天在她面前 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男子气概 可盛世美颜 就让她彻夜难眠 于是 她就借着感谢为由 把男人约到了公司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当魔女再次见到男人时 这个评语里别人眼中的女神 竟然彻底地泛起了花痴 完全不顾自己作用 几千乱粉丝的身份 大庭广众下就开始撩起来她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面对这旁人羡慕的 千载难逢的机会 男人却害怕了起来 胆小的她竟然趁机溜了 但也正是她这胆小害羞的样子 让这个魔女更加的喜爱了 恨不得马上就把她抓在手里吃了 于是她要手下 去彻底查清男人的所有资料 就这样 从那天开始 所有人都发现 这个女人变了 变得像失了魂一样 不管是工作还是开会 都显得心不在焉 就连好莱坞要买她书的版权 这样的大事 她都提不起兴趣 甚至连她平时最喜欢 最享受的万人签书会 她都是全程拉着的脸 他们哪里知道 现在对这个女人来说 这些都是浮云 她现在唯一想的就是 尽快地查到那个男人的资料 再一次见到她 可就在她拉着的脸 应付着给别人签名时 忽然她从几万排队粉丝中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这时魔女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好家伙 连份来的挡都挡不住 小伙子 这次看你怎么逃过老娘的手心